這裡有兩條天珠 其實我覺得一看就知道 哪個是老 哪個是新 我就光憑光澤來說好了 你看這一條的光澤 它就是現代剛剛做 剛做新做的 其實也沒很新啦 這也有應該30年了 30年以上 看一下它的光澤 就算它有做的有點髒髒的 有沒有 可是你看它的光澤 完全不行啊 這就是新的光澤 就算它有 這個做天珠的方式去把它做過 還是一樣 它這個光就是這麼亮 尤其這一顆是特別亮 旁邊這兩顆可能還比中間那顆略老一點 因為光澤看起來比較暗 然後這個是比較像新做出來的 但是這全部都 這都是最少至少30年以上 民國80年以前的東西 看有沒有 比對光澤的話 看新老非常的容易啊 然後這一串 你看看 你看這個是什麼光澤 這個一樣是 黑白瑪瑙做的田珠 甚至它這個老道都 開始出現那個 沿著紋理氧化的感覺 然後表面那個氧化的感覺 這個包薑 老的跟新的怎麼可能會一樣呢 這根本就 對我來說就是一秒鐘就能看出來了 新的跟老的 拿對比感比較強烈的來對比 有沒有 這種光澤 一個就是新的 一個就是老的 這麼顯眼 這麼明顯 這麼明確 這還要什麼鑑定 我都不曉得 我不曉得 大家看不懂 是為了什麼 反正 尤其你看這小的竹子的亮亮 亮度 然後這表面這氧化的感覺 這已經 氧化到有點像石頭 路邊的石頭的那種質感了 表面的包薑蠻厚的 但是 這一串的公橫只有到明代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書上看過 如果它出現這樣子 一道滑過去 然後留有那種痕跡 它這個幾乎 每一個竹子上都有留這種痕跡 不好找 不是每一個啦 有很多的竹子上都留有那種痕跡 你看這一個也有 它就有一道痕跡這樣 撇過去 然後它就不管它了 它就沒有打算把它磨平了 有的是在側面 這裡 現在一直要找也不好找 反正它就是會留有這種很明顯的這種工痕 這就很明確就是明代的 東西 然後這氧化 確實也還沒有變質 就是看書的喔 書上寫有這種一撇 它就 可能工匠就懶得把它磨平了 就一撇過去 它就收工了 就當成沒事了 這個新跟老 真的太明顯了我覺得 我忘記它怎麼形容工匠把它做一撇 然後就當成沒事就沒有繼續磨 我忘記那個專業術語是怎麼講的 反正就 我記得書上有這樣寫過 沒有記得很清楚就是了 這就是明代的天珠 工痕還有它的氧化包漿 統統都符合 然後這就是現代的 看見了沒 現代的光澤 現代早期的啦 英國八十年以前的 這一顆 這一顆是八十年的 這一顆 這個可能比八十年更早一點 旁邊那兩個有點帶黃色的是 更早期一點的 中間這個肯定是明國八十年 好 這樣子應該知道怎麼看新老了吧 光看光澤也知道啊 什麼都不懂也沒關係啊 是不是 就氧化成嘛 氧化這麼明顯 有什麼好不懂的 我也不曉得 每一片都 再說它是老的 好明顯 這個就很新